又有警告,不過這次不是無聊警告 這次是會講粗口的警告 沒錯,我在這條片中是會講粗口的 所以如果聽過粗口極為不舒服的人士 可能又要殺殺這條片 如果想學講粗口的人士 都不建議看這條片 因為會用到粗口的很少 應用層面也很不廣 去片 Hello,歡迎收看伊達的兒子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在IG錄到的 它是一個IQ測試 但又有答案人格分析 所以我不知道是IQ測試還是心理測驗 大家都知道我的IQ是素來都很需要接受測試的 所以我現在就很有興趣 看到這些圖 但它的圖圖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這樣的 那圖圖是說以下人士中誰最弱 不是,不可以這麼說 這是一個很敏感的時候 如果我說他是白痴或是蠢 然後就會有人跟我說 那白痴的人自己都不想 你這樣說就好像在取笑他們 然後有沒有想過這樣說 對他們很不公平呢? 那這次就說粗口了 這幅圖裡面 裡面對誰最昂貝呢? 那,昂貝沒死了 昂貝一定是不好的 是不會有好的昂貝的 就算有好的昂貝說出來 好昂貝 都是不好的 那一定不會得罪到任何人 最重要的是 這是一個很空泛的應用詞 就是它沒有指標 你不可以去看醫生 然後叫他開份報告給你看 到底你有多昂貝 或者你是不是昂貝 所以我覺得用昂貝 這次就應該沒有死了 但是當然 小朋友們 記得昂貝這個字 在很多莊重的場合都不可以用 例如學校、家 如果用了的話 你就會變成那個昂貝 幸好我這裡不是一個很莊重的場合 那捉昂貝這個行為 就令我對這張頭很著弱 我都明白這些東西是很主觀的 我的答案不一定是等於大家的答案 那我後面也會公開 如果你選擇不同的人 到底會有什麼答案 是分析到你的性格 那大家就可以看我分析我自己選擇的時候 一路自己都選一下 到底你覺得哪個才是最昂貝的 那大家就用一點時間去分析一下這張圖 那裡面很明顯就是一群想陷害人的人 就一起爬上這棵樹上 那不做太多背後動機的分析 你可以說他每個人動機都不同 所以我只會客觀地 用下一秒將會發生的事 去分析一下到底他們是誰是最昂貝的 那首先是一號仔 他純粹爬上來是沒什麼做的 欣賞一下風景而已 在休息一下 那其他三個人就好像跟他說 喂你不是鬥你不要爬上來 那當然他最後的下場 就是會什麼都沒有做 就這樣掉下去了 那但是我都不覺得他是全場最昂貝的 那行 全場最昂貝的不是我 你們不要這個時候 全場最昂貝的不是我 我不行了 我真的快要被害妄想症了 接著就到二號仔 那他的結果當然就是會被人鑽下去 但是起碼他還是帶著一個動機走上來 那殺人要填命 他這樣鑽人呢 要被人陰花獲 那自己起碼都有些心理準備 而如果要講他昂貝的位置 都只不過是因為他做多了 因為就像一張圖而言 無論他鑽不鑽人也好 他的目標一號仔 都會跟他一起掉下去 那都只不過是出了一些多餘的力 不再昂貝的 起碼好過一號仔 之後就到三號仔 我覺得他是全場最聰明的人 因為無論他有沒有被人陰的風險 他一鑽就已經可以搞定兩個人了 全場最高效益的就是他 同時已經令他成為了整張圖裡最聰明的人 因為他又怎會猜到可以有一個狠狠 去鑽一個只有自己會出事的位置 所以我認為全場最狠狠的就是四號仔 但是我們的悲觀主義代表 搞屎棍的能多益 他就說四號仔 其實他是不願意參與這場鬥爭 已經灰了 那寧願自己鑽自己的位置 那就掉下去 證明到不同人真的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和我有一樣不一樣 那我就把那幅圖預備的答案告訴大家 以下是圖裡附著的答案分析 你是一個善良和誠實的人 但是你也是一個經常放棄的人 你不認為你可以對一個困難的局面作出影響 你不喜歡爭辯、喜歡和平的氣氛 那一號仔有多對的 但現在就說他很笨 選了二號仔的人 你是那些闖絕做出決定的人 你是不會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去想自己做的決定對不對 所以你會犯很多本身可以避免的錯誤 很多身邊的人會覺得你固執 但是你會盡力而為 選了三號仔的朋友 你是一個不衝動的人 你永遠都會看事情看到最後 真的非常宏觀 你永遠都不會放棄 永遠爭取你的權利 這些人將會成為一個律師 因為你會很喜歡制定你的戰略 你是一個注定會成功的人 現在不是有罪王救嗎 選了四號仔的朋友 就是我了 你絕對是一個反叛者 你總是願意接受戰鬥 即使這個戰鬥是指向你自己的 你總會想證明一些東西給別人看 但經常都會導致你做出一些不合理的決定 但是別人又會受到你的熱情態度所感染 而得到啟發 好了,不知道你們選了什麼人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以及告訴我為什麼你會這樣選 在往後的日子 我都會跟大家繼續分享 若然看到這樣的圖 即是這樣的白痴問題 我不知道白不白痴 都會跟大家繼續分享 如果大家想繼續留意的話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記得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下條片再見 拜拜